請各位那個台中市的住宅切到那一題 你們回去自己試 需求是這樣 第一個下載 第二個塞到資料庫 塞到資料庫裡面的話要確定看到 比如說我那個資料庫叫台中01好了 那你要在這邊可以看到那個資料叫台中01 可以把塞進去的資料可以把它切成四欄 至於這四欄要叫什麼名稱 你自己取的 那我偷欄一下我叫ABCD 四個欄就是叫ABCD四欄 有沒有然後就把它分別塞進去 總共比數的話 如果106年是237比 如果你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那表示應該是OK的 所以第一個階段 當你後面如果要做一些查詢系統 或者做一些統計報表的話 那你就可以再從這個資料庫裡面 把資料抓出來 用slate的語法 slate你要的這個資料做統計分析 有沒有OK 然後後續的話呢 甚至還可以結合那個什麼 繪製圖表功能 後面我們會講 把它做成什麼 做成那個像折線圖 圓形圖 直條圖等等的 有沒有像在esail裡面那個 只是我們用程式來解決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換另外一個練習 所以請各位呢 再找到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六頁 這邊第六頁 那這邊有一個叫這個什麼呢 下載期交所的外匯歷史資料 也就是期交所它一樣會給我們一個連結 叫每日的外匯參考匯率 那裡面包含有這些匹別 美元對新台幣 人民幣對新台幣 美元對歐元等等的一堆 那其中的話呢 這個 這個 這邊的話呢 它的編碼方式的話 它有沒有講 這邊好像沒講 不過後來好像試了一下發現 它的編碼方式 應該不是utl8 不是utl8 那表示說呢 它就cp950 OK 那它的下載連結在這裡 有沒有 對 下載連結在這裡 所以呢 把這個連結 這邊有顯示 編碼方式 它是big5 那big5的話呢 將來我們encoding後面呢 你就要用cp950 其實指的是同一個東西 只是說它的名稱不同而已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連結 一樣呢 把它放在 剛剛的那個範本底下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下面這個就有了 就是把它get 然後底下的話就cp950 第一步的話呢 一樣 我們就是 先把資料先確定下載下來 所以其實就是跟剛剛一樣 開一個空的模組 然後呢 把程式貼上 OK 那主要是這一段 我不確定說它網址有沒有變 不過理論應該沒變的話 那就執行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 這個奇交所 它上面呢 提供的資料呢 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 下載下來就這些 有沒有 藍數其實非常多 但是其實說真的 假如說啦 我們其實不要這麼多 我可能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美元 對新台幣好了 假設我只要日期 跟美元 跟美元就好了 其他我暫時不要 OK 那很簡單嘛 我在切割的時候 我在取 Index0 跟Index1 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再把底下的資料 切出來 所以第一步的話 待會第一個 我先把資料抓下來 OK 沒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要畫什麼呢 畫它的折線圖 因為它這個資料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 其實它是有一個 有一個怎麼高高低低的狀態 那如果高高低低的狀態 假如說我今天抓的資料 假如呢 我只希望抓日期 也就是可以把日期當X軸 有沒有 然後呢 把什麼呢 把匯率當Y軸 那不就可以 最適合的用折線圖是最好的 所以哦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 我們改抓這兩個 其他當然你可以衍生自己去練習 所以呢 我後面呢 當然第一步 我希望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那第二步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 這個 請各位練習看看 其實做法跟前一題是類似的 然後 不過呢 假設 我們假設 我是希望說只抓兩欄就好了 不要抓那麼多欄 不然那麼多欄 說真的花太多力氣了 那也就是說 我就塞 抓下來 看要不要塞到資料庫 要的話 你就把 第一欄叫A 第二欄叫B 第一欄A就是日期 B的話就是美元對新台幣 OK 兩個欄位 那最後當然我們可以再把它畫個圖 畫圖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就把它畫出來 你會發現 這個底下的X軸就是日期 它的Y軸 中軸的話呢 就是它的匯率 OK 那這樣的話呢 怎麼做啦 反正等一下 我們重點就擺在什麼 第一個 怎麼把資料抓下來 並且只取兩欄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這兩欄的資料 繪製成一個圖表 所以我沒有延伸出去了 將來當然你可以 每一個匯率 通通 繪製它個別 獨立的圖表 那這樣的話就很清楚 甚至你可以畫組合圖 可以把美元跟人民幣 是不是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是一樣的 還是它是相反的 比如說美元漲 人民幣會漲 請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畫 我發現好像剛好相反 好像美元漲的時候 剛好人民幣就跌 人民幣跌的時候 最近我看 我是根據這個資料來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所以呢 請各位第一步 先資料下載 那第二步的話 假如我們先不要抓那麼多資料 我們就是抓兩個欄位就好了 就是美元 日期跟美元 這是在第七頁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看到了 假如說你直接下載CSV 看到的結果應該就長這樣 那它總共的話就是幾個欄位 總共應該就是 A到K 總共11個欄位 有這些必別 那當然呢 你在ESALE裡面操作是很簡單 因為滑鼠鍵盤 你可以很方便 隨心所欲 可是Python的地方 當然最難的地方就是 你要怎麼樣用程式的方式 得到你要的結果 比如說我今天我只希望什麼 得到 就是不要 我只要A跟B欄 我後面幾欄不要 那當然呢 你在ESALE裡面是可以直接按右鍵把它刪除 就得到結果了 可是問題 在Python裡面怎麼做 OK 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需要繪製那個折線圖 那繪製折線圖的話 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先在 因為我要畫折線圖 是根據美元這個欄位 所以我先選這個美元 再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折線圖 那我找那個有節點的 還有資料標記這一個 然後它就繪製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資料的 有沒有高高 最近這個是最近 因為我只有選B1到最下 那它的資料日期我要把它放在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這個X欄的按右鍵 我可以變更它的這個什麼 變更它的選取資料 那我可以把這個水平的水平 所以就是AXO把它編輯一下 我重新選 我AXO的話是從A2到最下 所以先點一下A2 Ctrl-Shield向下 把它選給它一個範圍 那它講說 我的那個什麼 我的資料就在這邊 OK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什麼 把它的時間也放在AXO 那你可以看到 時間跟它的匯率 馬上就呈現出來了 那假如同樣的事情 接下來就是我等一下做的事情 做同樣的事情 如果要在Python裡面做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你會想說 我是Excel太簡 如果你會用Excel 你會非常懷念Excel 為什麼 那這個叫人工 土法煉鋼 也就是你很多作業 每次都要重來 而且呢 假如明天還有新的匯率 你明天又要再來一次 那如果你匯率數量很多 像剛剛我們有11個欄位嘛對不對 總共有10種匯率 你要去分析的話 那你總不可能每一個做一遍 每一個做個很多工作表 很多工作簿 那當然 而且如果變化 甚至有一些 像期貨或股市 你要每一分鐘 或者是每10分鐘 處理一次這個資料的話 那你總不可能 那個人每天在那邊 一分鐘做一次 一分鐘做一次 不可能吧 但是程式是可以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那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處理這邊的 總共有11個欄位 但是我只要兩個欄位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要繪製這個圖表 所以等一下兩件事情 怎麼做 OK 那當然第一個 我需要下載那個資料 第二個的話 接下來下載完資料的話 再來我們就要切割了 那切割的部分的話 我上禮拜有講過了 我們因為在那個什麼呢 request裡面 它沒有像那個 就是檔案物件裡面有那個realize 可以幫我一列 一行切一個 一行切一個 切到串列裡面 所以我們變成要手動切 那手動怎麼切呢 用把這個下載的文件 放在這邊用Sprint的切割 那你會發現切割之後 放在list1 那把這個list1怎麼樣 先print出來 你會發現 這裡面呢 當然就我之前跟各位講的 也就是剛剛同學問的 就是說 微軟的那個切割部分 它會多一個反斜線R 所以我們把它print出來 這個print出來 結果你會發現 它後面呢 奇怪 會多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也就這個沒辦法 因為說每一家作業系統 它各自有各自它的一個規則 所以你只要看到反斜線 沒關係 你就知道這個微軟做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是再加一個 反斜線R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再切割 另外還有一點 可能要注意一下 切割的最後面這個 其實奇怪 你會發現 它好像很多時候 它最後一筆資料 奇怪 它就會帶一個空的 那這個空的很容易造成 最後 我們在處理資料的錯誤 有沒有 如果假設人 你把它當成是一筆資料的話 那寫到資料庫 那就出錯了 最後一筆根本沒東西 你怎麼寫到資料 寫到一個空的 那會產生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這個地方要避開 所以有時候可能 你一邊print一邊 可能要觀察一下資料 好 那所以呢 我就是 在這邊多加一個反斜線R 然後呢 另外的話呢 再來跑 將來的那個回圈的時候 我就減一就好了 因為呢 最後會多一個空的 好 那我這個地方呢 就再把它print 你會發現這個後面的反斜線R就不見了 這個還是在 那再來呢 我需要再做第二次切割 什麼切割呢 因為這裡面都是逗點 有沒有 每一個資料跟資料中間就是逗點 這樣看可能比較看不出來 你們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下載的資料 按右鍵 用Nodepay++查看一下 有沒有 他就是 每個資料跟資料 中間的分隔都是逗點 就是像這樣 這個是日期逗點 有沒有 然後 這是人民幣 這邊是人民幣 有沒有 然後下一個就是 歐元對美元 就這一個 OK 那最後的話 這邊實際上就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當然如果你看不到換行的位置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特殊資源 特殊資源裡面的話 你可以顯示什麼 所有資源 這些都其實也蠻管用的 這個我還蠻常用到的 因為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有點像照妖鏡 有些東西它沒有顯示出來 你會發現尾巴有沒有 多一個CRLF 有沒有 那如果CR實際上就是反斜線R LF就是反斜線N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我常常也用這個方法 去觀察資料 另外它有時候 空白也會顯示出來 反正有點像照妖鏡 至於說 有些時候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程式寫好 有時候 就是用一些方法 所以這邊提供我參考 那最後的話 就是說 我們如果假設 我只需要前兩欄就可以的話 那我一樣 第二步就是再切割 那再切割的話 我利用什麼 一個迴圈 這個前面寫過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這個print list1 我就不print 我就把這個list1 呢 帶到這個回圈裡面 for I in range 然後因為要避開第一列 第一列的話是欄位名稱 所以本來是0 0不要 因為它第一個開頭 這個地方是這一列 這個不要 OK 那這邊就是從1開始 然後一直到最後好像多一個資料 所以我把它-1 總長度-1 所以這邊有個-1 然後再把它Sprint的時候 用豆點隔開 然後切到list2 print一下 那你會發現就切割出來 這個時候的話 那就會切割出一個一個的這個list2 OK 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只要前面兩個欄位的話 那其實最後可以怎麼樣 print的時候呢 可以只要前兩欄應該是什麼 0 然後中間也許加豆點 加加裡面再加一個豆點 0跟1 所以就是這個 這個是1 OK 那也就是前兩欄的意思 這個是第一欄日期 這個是第二欄 是美元對新台幣 直接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的結果 有沒有 這個是日期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美元的匯率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如果要匯制那個圖表的話 要怎麼做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兩欄先塞到資料庫也可以 不過我們也許資料庫部分 暫時就先不要加 不然怕那個程式太複雜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輸出兩欄 這個是第一欄日期 這個是第二欄 美元的匯率 那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雖然說它這個是日期 可是實際上它是文字 有沒有 它其實沒有斜線 所以不要被騙了 因為我之前本來想說 要不要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 一直沒辦法格式 一看原來它其實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轉換成日期之後 中間要加斜線 有沒有 年斜線 月跟日中間斜線 它才會是標準日期格式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在房裡做一下 所以第一步先下載資料 第二步的話呢 我就先取前兩欄就可以了 第一欄是日期 第二欄的話呢 就是美元對新台幣 所以其實做的動作 就跟Excel裡面這個動作一樣 只是說在Excel裡面好處是 直接就把不要的欄位刪掉 感覺真的是 所以Excel真的是親切 那你說Python跟Excel什麼不一樣 我是覺得做的事根本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一個用滑鼠鍵盤 一個用程式 所以啦 以後你反正你會Excel會做的事情 其實所有事情Python都可以代勞 差別只是說一個是一串的連續動作 而且你執行 它會半夜時間到自動執行都沒問題 但是Excel裡面有一個人 你必須要在那邊隨時用滑鼠鍵盤操作 差別在這裡了 OK 所以你可以想見 如果假設每天都做的事情 用Excel做的事情 只要把那些流程SOP記下來 其實通通可以把它改成程式 用Python去寫 絕對都辦得到 OK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學是怎麼樣 把Excel以前做的那個人工作業 轉換成Python的程式作業 如果這些都做得到的話 我是想我真的是第一個企業的效率整個大幅提升 因為很多人每天用Excel的 其實他不用寫 不用重複再做一樣的事情 直接寫 直接執行程式就好了 但是這個目標可能還是會有一點距離 你會發現要把大家變成都會寫程式 我看這個應該是還蠻遙遠的一段路 不過我想應該再過個幾年之後 這個風氣應該會越來越普遍 以後當然如果我是企業主的話 我當然會這樣找一個會程式的 對 如果我完全沒有程式概念的人 你說真的 每天都可以塗法煉鋼 你想要做什麼 他要塗法煉鋼一次 那如果會程式的人 他就想說 我做一次 下一次把它寫成程式就好了 這樣實行效率絕對是 不會寫程式的 可能這個無法估算的效率增加 OK 試一下 那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繪製圖表 在那個什麼 python裡面如何繪製圖表 那繪製圖表應該比各位想像的還簡單 反正就程式 差別只是說 你要怎麼把它套用在程式裡面